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位平民身份之前呢 他在宫廷岁月中过着怎样的生活 这位小皇帝又为什么偏偏爱上了西餐呢 公元1924年12月 一天清晨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紫禁城的宁静 内务府大臣脚步亮相 上起不接下起的跑进楚秀宫 他手上拿着一纸公文 气喘吁吁的对楚秀宫内坐着的人说 皇上 皇上 冯玉祥派军队来了 说民国要废止优待条件 拿来这个叫签字 大臣口中的皇上不是别人 正是清朝的末代皇帝苦仪 当时他正和皇后宛容谈笑风生地用早餐 听到这个消息 溥玉一下子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刚咬了一口的苹果 从手里滚到了地上 作为清朝的末代皇帝 溥玉经历了从帝王到平民的传奇一生 他三岁继位 坐上了大清朝的金鸾宝座 但是好景不长 三年后辛亥革命爆发 溥玉被迫退位 由于袁世凯追求个人私利 所以二十世纪初新旧更替的中国 并不完全废除地制 当时的民国政府与清室协商 对皇室保留了许多的优待条件 同意溥玉暂居紫禁城 每年支付清室费用四百万两银元 就这样 溥玉在紫禁城里过起了小朝廷的生活 那么溥玉当时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让我们回到他的早餐吧 随着太监一生生的传善 溥玉的早善就开始了 几十名穿戴整齐的太监组成传善队伍 抬着扇桌 捧着朱漆石盒浩浩荡荡直奔养心殿 进入明殿 小太监接过石盒 在东暖阁摆好 溥玉面前是用高凳支支的小红扛桌 再接一个大八仙桌 上面摆着各种美味菜肴 常善太监首先要把每一道菜都尝一尝 然后另有太监高喊 打网盖 小太监们将半寸宽三寸长的银制石毒牌撤下 这时溥玉正式开始就餐 在一份轻功档案中记载 溥玉的早善有二十六道菜 山珍海味绝不逊于他的祖辈 溥玉早早退位 让年幼的他更加无所事事 偌大的紫禁城内 成百上千的奴才只照顾他一个人 安稳无忧的生活 让溥玉只能将注意力转移到吃喝玩乐上 各种讲究颇费心思 从溥玉进宫到被冯玉祥逐出宫的十六年帝王生涯里 清朝衰败的命运并未影响到溥玉的吃穿用度 即便天天被锦衣玉食地侍候着 溥玉也并不满足 正当小皇帝渐渐厌倦宫中生活时 在他十四岁那年宫里来了一位外国人 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这个人就是庄世敦 庄世敦是英国人 由李鸿章之子推荐 入宫教溥玉英文 由于庄世敦善于把握溥玉的性格 寻寻诱导 使得师生之间情意融融 在庄世敦的影响下 溥玉的生活开始西化 他开始穿西装 戴领带别胸针 鼻梁上架着金丝近视眼镜 宫廷内陈设着西洋家具 墙上安装了日本制造的电话机 外出乘坐西式卧车 平日骑英国三枪自行车消遣 闲了就摆弄相机拍照 看小幻灯 同时肃穆压抑的帝王生活中 对西方世界充满热爱的不止溥仪一人 他的皇后宛容与妾室文秀 都积极地参与到西化的生活中 宛容她是在广州长大的 很早就介绍了西方的一套生活方式 对西餐非常熟悉 在她的推荐 引荐 以及介绍下 溥仪开始接触西餐 溥仪在工地长大 她了解西方生活而是两个途径 一个是大量的报刊杂志 第二个就是她的老师中士登 所以对西方生活的大量的熟悉 她就产生了自己想体会一下 比如说西服 她看到西方人穿的西服非常精神 所以她就让宫里的这些制衣的师傅做了一套 她自己随便穿在身上 比如说领带 她像绳子一样系到脖子上 特别的难堪 所以庄世登师傅第一眼看见她穿着西服的样子 非常生气 所以在庄世登师傅的引荐和介绍下 在北京请了一位特别有名的制造西服的一个师傅 进宫里来 给溥仪亮她的尺寸 制作了两套西服 在庄世登师傅的指导下 她从里到外穿上了这套西服 非常精神 所以傅仪穿西服的一张照片 她今天还收藏在我故宫博物院 她穿过的这衣服 也收藏在故宫博物院 根据档案记载 热爱西式教育的宛容和文秀 都请了专门的美国女教师进宫教授他们英语 宛容甚至还为自己起了一个英文名字 伊丽莎白 溥仪的英文名字叫亨利 两人虽然每天都见面 但是却仍然要用英文通信 互诉忠常 您看 这是一组故宫就藏的溥仪和宛容的老照片 照片中的溥仪和宛容 俨然过起了西式生活 溥仪将玉花园里的降雪轩 改成了自行车的铸藏间 他们骑着英国制造的自行车 在宫里到处转悠 为了方便骑车 溥仪将宫门门槛都锯掉了 成为紫禁城里的一大风景 那么在饮食上 溥仪也逐渐西化了 这位小皇帝一拍脑门 将祖宗留下的御膳房撤了 新建了一个翻菜房 专做西餐 1921年 迷恋西式生活的溥仪 将宫中耗资巨大 令他食而无味的御膳房裁撤 然后将楚秀宫厚殿 历景轩改为翻菜房 在历景轩里 有西式餐桌 西式高备椅 西餐具 酒柜 还配有咖啡桌椅 日本银制茶具 以及钢琴等 溥仪招进四位厨师 专做西餐 包括面包 汽水 咖啡 奶油冰淇淋 麦片 牛奶等等 每日早晨 溥仪要吃翻菜三份 晚上要吃翻菜三份 溥仪习惯的西餐菜谱 是两个菜一个汤 一份点心 再加上若干面包 水果 有时候 他会连续半个月都吃西餐 少的时候 一个月也要吃上十天八天 有的时候 即使正餐不吃西餐 也要让厨师给他做一个汤 溥仪最爱吃的是罗颂汤 比如西洋里边 他比较注重一些汤品 所以呢 在溥仪时代 他特别喜欢喝果种果样的西餐种的汤 他就这个汤非常清清净可口 所以在溥仪时代 这个西餐的汤做得非常有特点 溥仪呢 在慢慢熟悉了西餐以后 对西餐的这个口感 他特别喜欢 因为西餐清香的这个口感 很适合小孩子或者青年人的口味 所以吃了以后 他就慢慢地西餐 就很感兴趣 你知道他胆大 他还是一直比较喜欢西餐 溥仪是冲林继位 冲林退位 没有行为能力 没有责任能力 这是溥仪的最大特议 所以呢 他对西方的生活 只是一种感知 他不知道西方生活的社会结构 他的经济和政治上的一些 与东方的不同 他完全是一种很朦胧的 孩子时候的对西方的一种感知 空旷寂寥的紫禁城 经常回响着溥仪和宛容的笑语声 他们一起骑车打球 吃西餐 溥仪 宛容 门秀 这些小朝廷的最后主人 在这座古老的宫殿里 留下了他们最后的四亿青春 那么这种安享尊荣的生活 所造成的花销 没落的小朝廷承担得起吗 苦仪曾亲自算过总账 不算一年到头不断地点心 薄品 糖食 饮料 仅一个月消耗的猪肉 猪油 鸡鸭 鱼虾淡品就上万只 花销万两白银 显而易见 这些银子除了贪污中饱之外 差不多全为了表示帝王之尊而糟蹋了 在此之前 虽然溥仪曾撤销御膳房 设立野艺膳房与番菜房 仅饮食一项 每月已经比之前节省八万多元 但仍入不敷出 小朝廷越来越吃不消 溥仪不得不把膳费定为每月四千元 减少每餐种类 尽管这样还是维持不下去 1924年 溥仪不得不撤去翻菜房 就在溥仪撤销象征着西化生活的 番菜房不久 紫禁城就匆匆地 与他最后的一任主人告别了 末代皇帝溥仪的宫廷生涯就此结束 节目的最后呢 让我们把溥仪曾经使用的餐具收入国保档案 好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国保档案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 再见